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俄罗斯有效的扛住了西方的制裁 那对中国有何启示 俄罗斯发起乌克兰战争以后 立刻遭到了西方的全面的封锁和制裁 当时西方估计在进出口双重制裁的压力之下 加上银行账户的冻结 俄罗斯很快就会遭到无法克服的财政困难 不是被迫停战 那就是政权从内部崩溃 但是快要两年过去了 俄罗斯不但在战场上没有崩溃 反而是越战越强 还出现了所谓的战时经济过热 2023年来俄罗斯的GDP增长率达到3.5% 比不少的西方国家要高 英国在对俄制裁问题上跳得最高 可是英国的GDP增长只有0.5% 这让发起制裁的美西方国家 如同吃了苍蝇一般的难受 两年的俄欧战争 让中国坐在小板凳上 好好的看了一场大戏 同时俄罗斯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极限制裁 也等于是教科书一般的 给中国好好的演示了一遍 因为中国将来极有可能 会面对今天俄罗斯要面对的一切 如果未来爆发台海战争 或者是菲律宾印度向中国进行挑衅 进而引发冲突 美国完全有可能把对俄罗斯制裁的那一套 用在中国身上 甚至是由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中国是美国早就认定的头号竞争对手 因此有人提出来 应该充分地研究 俄罗斯抗击制裁的经验和做法 增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抗冲击能力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俄罗斯的核心策略就是把供应链转移 把很多原本依赖欧美供应的产品 或者转入国内的生产 或者向友好国家采购 遭到西方制裁以后 俄罗斯大量的转向中国 采购包括医疗器械或家用电器 家用汽车 载重卡车 电子元器件 甚至是受控机床 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主要供应方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俄罗斯的供应链转移是有困难的 可以说是中国挽救了俄罗斯的供应链 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之外 俄罗斯很难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有钱也花不出去 这就是美国制裁的结果 那么如果将来中国遭到 美西方国家的全面的制裁 俄罗斯的经验是不是有用呢 有一定作用 但不能完全效仿 这我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俄罗斯总体上来说 是一个资源型的国家 它不缺粮食 尤其是不缺能源 它通过石油 天然气 煤炭 金手和木材资源 龙作物和化肥的出口 来获取收入 然后向中国等国家购买生活必需品 就能维持其国内的社会稳定 并且有足够的钱来支撑战争 而中国对进出口能源或粮食的依赖是比较大的 一旦战时进口通道关闭 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同时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目前已经面临着美国和欧洲市场下滑 出口压力大的风险 美国在过去几年反复挑起所谓的脱钩 去风险 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迫使不少企业离开中国去其他的国家设厂 如果遭到欧美制裁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风险 与俄罗斯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中国的汽车 电子等产业蓬勃发展 占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 但是技术水平比较低的 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可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如果造成大量的人口失业 那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此 俄罗斯前首富 俄罗斯旅业公司创始人 德里帕斯卡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中国要注意贸易的多元化 也就是说 不要完全依赖于欧美市场 不但要注意开闭第三世界国家市场 也要更多的激活国内的市场 中国的国内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 比俄罗斯要强得多 另有一部分专家认为 中国需要注意把龙头企业和供应链的关键部分 留在国内 只有这样才能够掌握经济主动权 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顺利的推进 那么就可以在欧美之外 开辟出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的市场来分散风险 特别是购买力比较强的西亚地区 和正在开发的非洲 非洲的人均购买力虽然很差 但毕竟有十多亿人口 老怕每人每天增加一美元的购买力 规模也是不可小看的 总体来说 俄罗斯抗击西方制裁的经验 有一些对中国用处不大 但有一些这是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启发 无论如何 未雨抽谋 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前面制裁做好准备 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 这句话题就评论到这里